欢迎来到Brave 向东南亚最优秀的科技领袖学习 打造未来学习过去 并在两者之间保持人形 成功绝非许言 我是Jeremy O 风险投资家 连续创始人 哈佛MBA 科幻小说师 两个女儿的父亲 他们采访变革 并分享个人 加入我们有40千多名成员组成的运动 在www.bravec.com 上获取文字记录资源和社区 保持健康 保持敏感 Sherry Jiang分享了她的创业历程 业务转型面临的挑战 以及从加密货币和金融科技领域 汲取的重要经验 讨论围绕适应能力 初创企业与扑合之间的相似之处 以及对有报复的创始人的建议展开 Sherry讲述了她在Bluge早期的工作 Bluge是一种稳定币协议 旨在解决东南亚货币交易效率低下的问题 其理念是降低成本并简化跨境汇款 然而 尽管Bluge具有潜力 但很难找到迫切的市场需求 Sherry称之为燃眉之急的问题 加密货币寒动的到来加剧了这一挑战 打击了人们对加密货币项目的热情 意识到Bluge缺乏所需的吸引力 Sherry和她的团队转而探索 将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 这一转变使他们能够通过更小的部分代币 为富裕投资者提供进入私人市场投资的机会 然而 在测试了9个月之后 他们发现虽然有一些兴趣 但产品仍然是锦上添花 而不是客户的必需品 从客户反馈中获得的这一洞察 最终促成了Peak的开发 这款产品更符合用户需求 Sherry强调 传达关键点应该像第一次推销公司一样彻底 她让团队参与其中 通过分享用户见解和挑战 逐步调整他们的方向 这种协作方式确保不会出现重大变化 在向投资者传达关键点时 Sherry会提供数据知识来证明自己的决定 她关注客户反馈 并解释新方向如何满足以前未满足的需求 Sherry认为 不应将转向视为失败 而应将其视为创业之旅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她对投资者和公众的坦诚态度 使后续的转向变得更容易 转向不仅仅是一项战术决策 它还会产生重大的心理影响 Sherry讨论了创始人改变方向时 经常面临的内疚感和不确定性 创始人可能会觉得放弃一条道路 而追求另一条道路 似乎是在辜负团队 投资者或客户的期望 然而Sherry强调 调整方向是创业之旅中很平常的一部分 关键是保持透明度和数据驱动的信心 每当听到其他创始人调整方向的故事时 她都会承认他们的勇气 并鼓励他们继续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 她的信息很明确 沟通良好的调整方向是战略举措 而不是失败 作为一名扑克玩家 Sherry将扑克和初创企业 进行了引人注目的类比 在这两种情况下 即使是最明智的决定 也不一定能带来成功 她描述了 在扑克游戏中 即使是一手好牌 如一对K 也有可能在最后关头输给铜花顺 同样 在初创企业中 即使创始人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结果也不一定总是如计划的那样 关键是要接受这个现实 并继续前进 Sherry还指出 创始人经常面临一些边缘决策 尽那些处于50分之50灰色区域的决定 就像满扑克牌一样 有时你必须依靠直觉 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 做出艰难的决定 相信自己的直觉 变得至关重要 正如Sherry所了解的那样 拖延这些决定 会导致时间和机会的浪费 Sherry回顾了自己 从谷歌到初创公司的转变 并向有报复的创始人 提出了建议 她强调 工作与个人价值观保持一致 非常重要 有些人更看重稳定性 更喜欢企业生活的可预测性 而另一些人则追求自主权 希望建立能够体现自己愿景的事物 Sherry建议人们 在做出职业转变之前 花时间评估自己的价值观 对于那些渴望自主权 和个人成长的人来说 初创公司可能是正确的道路 然而她提醒到 创业生活充满挑战 在决定投身其中时 应该三思而行 Sherry还反思了 在决策中相信直觉的重要性 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 她曾怀疑自己的直觉 导致在做出关键决策时 出现延误 现在 她建议创始人 要充满自信的行动 更专注于收集信息的过程 而不是等待确定性 在扑克和创业中 相信直觉往往至关重要 Sherry Jane 与Germiel的对话 揭示了创始人面临的复杂决策 和情感挑战 从Bougie到Peak的创业历程 表明了适应能力 客户导向和数据驱动决策的重要性 Sherry结合自己在创业和扑克领域的经验 就风险管理 艰难决策 以及如何将工作与个人价值观相结合 提供的宝贵的见解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Brave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Please share the podcast with you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e would also appreciate you leaving a rating or review Head over to www.bravesea.com For member content,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Stay well and stay brave